這群年輕為國爭光的技能英雄喝采 國慶大典季智選手與巴黎奧運國手一同巡禮 總統國慶文告還特別點名兩位奪金選手 重視度可見一般 但優勝選手爆料 勞動不大小眼 優勝的季智選手不如沒奪牌的奧運國手 面對不滿 勞動不調整 讓優勝選手也上車巡禮 但結束 選手又看到另一個差別待遇 奧運選手巡禮完 通通都是在總統府的後方下車 而巴黎奧運的選手是搭著巴士離開 但我們技職奧運的國手 卻是拿出手上的悠遊卡 搭著捷運回到北車的下塔飯店 不只接待規格不同 就連獎金 以巴黎奧運的王麒麟 偷偷領到2573萬 參加技職奪金的陳思源 卻只有120萬 更有陪同去法國的翻譯 說自己酬勞一天2900 低於行情 勞動部還不簽 承攬契約 氣溫重降的問題 非常多人都感冒了 翻譯還原選手會感冒 是這原因 幾乎所有的單元就分給行政團隊 那本來第一線在比賽現場上 最需要充斥的國手 還有幫助國手的翻譯 再來入住雙人房 最後就是有翻譯 就是得了一個疾重症 必須留在國外就醫 勞動部回應 房間是按規定辦理 既止選手會沒巴士搭 是大會沒安排 翻譯陪同參賽也有醫療保險 但伯伯都是被總統說參加奧運 不論是獎金還是待遇 卻大有不同 TVP的新聞謝紅瑞 李宗澤台北採訪報導 帥哥 資格 本來一見 修ooo 老